好 一局下半 今天兩隊的先發投手分別是潘威倫還有麥克 那其中麥克在這場比賽投出來的第一球就是 出身球寶宋 我們知道昨天兄弟相對的先發中外元首黃振偉 是被恩洛德的出身球打傷了他的手 因此接下來在總冠軍系列賽當中 甚至是無法上傳來打擊的 那今天第一球麥克就投出了一個內角球 還打到了楊松賢的腳 那楊松賢也因此就退場了 這也是聯盟史上第一次首局首打席 首球 第一球就是出身球的一個紀錄 那接下來同一次對這邊其實在一局的下半 是用一個蠻保守的戰術 高之剛 機身軟打把帶跑的許峰斌送上了得點圈 接下來輪到的是第四棒高國慶 在兩出局之後高國慶出現了這次安打 那許峰斌是跑回本壘攻下的分數 其實高國慶在昨天的第一場比賽表現並不理想 甚至有網友有私迷這邊是說 要不要考慮一下換一下高國慶的棒刺 不過 李文森總監不為所動 高國慶今天在第一打席也敲出了安打打架的分數 不過這一分的領先 在二局的上半 兄弟上隊的陳冠任也從潘衛倫的手上敲出了一支全壘打 幫助兄弟上隊把比數追成了1比1平手 這次陳冠任在總冠軍賽當中第一發的紅浪 比賽是要來到二局的下半 在這個半局 楊森在一出局之後敲出了安打攻站上壘包 楊森今天是打第七棒的位置 而第八棒的失禁點 這個二壘方向的滾力球 兄弟上隊二有手臂搭檔要來側動雙殺了 沒有問題 這個雙殺抓到了結束了二局下半 統一失隊的攻勢 這個半局統一失隊並沒有攻下分數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比賽在前半段 兩隊的手臂部分都有不錯的表現 距離在三局的上半要來看的是 兄弟上隊這邊的攻勢了 在一出局之後呢 周思琦敲出了一支右邊方向的安打 讓兄弟上隊在這個半局是有著一出局 跑者上一三壘的得分機會 但是接下來第四棒的彭震敏被三陣 舞手高之鋼再把球傳往三壘 抓到了李壘過遠的陳佳和 這又是一個雙殺手臂 彭醫師對原本的失分危機 轉眼間呢就這樣就不見了 兄弟上隊這邊呢 則是一個超前的好機會 但是被雙殺手臂給瓦解了 而基於比賽來到四局的上半 在這個半局第一位上場打擊的陳冠任 前一打擊超出全壘打喔 這一打擊呢 則是獲得了寶送 那接下來要來看看兄弟上隊這邊 選擇什麼樣的戰術了 輪到打擊的則是陳瑞震 擺短棒 成功的把陳冠任送上了得點圈 一出局 跑者上到了二壘 這是沒有雙殺打的機會啦 但是你以為就不會有雙殺手臂嗎 這個球直接進了一壘手高國慶的手套 再傳二壘 這又是一次雙殺手臂 這個球其實朱鑲三已經打得是夠漂亮了 不過正好找上了一壘手高國慶 結果還是被側動了雙殺 那麼在四局上半兄弟上隊還是無功而反 那剛剛也預告過了這場比賽在前半段的部分 雙方的手臂是相當相當的精采 也是比賽前半段分數其實沒有辦法 有所突破的一個關鍵 在四局的下半也要來看到的是同一師隊的進攻 在一出局之後呢陳年宏出現了安打 同一師隊同樣是有著一出局 跑者上到一二壘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輪到打擊的則是小破劉福豪 昨天晚上的MVP 這回打成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又是一個雙殺手臂的機會了 兄弟上隊二游搭檔再度是成功的測動雙殺 那前四局兩隊就已經測到了五次的雙殺手臂 因此在四局打完的時候 兩隊的比數還是形成了一比一的平手 其實去年兩支球隊在總冠軍賽的交手 七場比賽也有不少的雙殺手臂 那今天在前四局就產生了五次 比賽來到五局上半要來看一次 楊東益在游擊區也是一個nice play 這回雖然不是雙殺手臂 但是這個手臂確實也是有價值 這場比賽打完前五局兩隊是形成一比一的平手 是一個僵局 那兩位先發投手其實表現得也不錯 當然守備的部分也是有蠻多的貢獻的 比賽馬上是要來到中後半段了 也考驗的是兩隊 第一個要考驗的是兩隊先發投手的續航能力 那第二個接下來就是兩隊在牛紅的比賽 到底戰力夠不夠堅強 夠不夠雄厚了 在六局下半 賽間上場打擊的是統一試隊許豐斌 不過麥克竟然保送了許豐斌 其實許豐斌今年在例行賽獲得的保送也蠻多的 那接下來要來考驗一下試隊教練團 這邊要用什麼樣的戰術 結果在滿球數的情況之下是一個打跑 這個球落點掉在界內 高之鋼出現了安打 那提前啟動的許豐斌 現在是要回到本壘攻下的分數 高之鋼這隻長打帶有一分打點 比數變成了2比1 緊接著麥克又保送的是打擊王潘伍雄 讓同一試隊在這個半局還沒有人出局 已經攻下了分數 那另外在一二壘上還有跑者 現在這個是要把麥克的 麥克今天他主頭五局用了77球 只被敲出四隻安打 不過有五次的四十球 接下來在這個半局 兄弟上隊雖然是換頭換上曹俊陽 但是無法指出同一試隊的攻擊火力 高國慶又出現了安打 今天同一試隊的高加班成員表現都還不錯 在這個時刻曹俊陽三陣掉了陳連紅 這僅僅是同一試隊在六局下半第一個出局數而已 這個球捕手稍微漏了一下 撿起來的時候 二壘上的潘伍雄已經上到了三壘 這一打擊的劉古豪 又把球送到了中左外野方向相當的深遠 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 小破昨天有過一支兩分炮 那今天在六局的下半 則是又貢獻了一支長打 那是一支長打 要帶有兩分打點 比數變成是五比一了 再來看一下 那在六局下半呢 其實兄弟相對在換頭策略的部分也是賽後 展現主播有特別拿出來要請教中日生總教練的 因為在這個半局我們看到的是麥特這個時刻才上場 那當時兄弟相對是已經一比五已經有著四分的落後了 但是麥特上來也沒有辦法 左頭克左打 被左打的楊森敲出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這次安打呢 二臉上的劉浦豪要回本壘 主審認定 小破的腳快了一步 這一分進來算 比數變成是六比一 統一師隊也因此取得了五分的領先優勢